第八章 代价 一记事件内 孟川他们踏上通道的12年后 轰隆 伏碎呆呆站在第一条通道上 站了许久 六节径规则 我掌握了 伏碎难难滴雨 无尽喜悦 充斥头脑 让他都有些发懵 一座浩瀚合域的六节径都屈指可数 这样的实力 有望掌握一座秘境 在时空长河任何一顶尖势力 都是核心成员 这是过去伏碎需要仰望的层次 为了这一目标 他付出太多 甚至一直看不到希望 真没想到 我伏碎这辈子 还真的能掌握六节径规则 伏碎心潮澎湃 他为什么这么疯狂去冒险 是真的仅仅喜欢冒险 当然不是 他心底真正追求的是 力量 能够让他改变家乡世界层次的力量 能将压在心底多年的仇敌斩杀的力量 这份力量 我终于掌握了 伏碎伸出了右手 微微一握 有一道道黑色裂缝在掌心出现 如今虽然只是掌握规则 还未曾以规则为根基 重新修炼肉身 更未度过第六次肉身之劫 但他如今爆发的实力 已经能达到六节径层次的门槛 和五节径已有质的区别 包括锦云洞主 猛虎在内的众多五节径 在伏碎面前都将毫无反抗之力 五节径 杀四节径很轻松 六节径 杀五节径还要更轻松 十二年 踏上这条通道 十二年就掌握了这样的力量 伏碎很振奋 抬头看着这条通道 充满无尽期待 伏碎很清楚 论天赋潜力 他在五节径 只能算终上 和猛虎这等天梦神将比起来 要差得远 换猛虎来 怕是顿悟一两年 就掌握六节径规则了 若是和孟川这种 能自创帝君极限绝学的相比 更差得远了 有这样的大纪元 我一样能走很远 我如今得尽快悟出 修炼肉身的方法 好度过肉身之劫 伏碎压下激动心情 继续前进 再度进入顿悟状态 转眼又是三年过去 来到一季足有十五年 伏碎也走了超过五万里 嗯 伏碎震惊看着道路 前方 在云雾笼罩下 隐约看到道路前方 沿着高山曲线弯曲 和另一条弯曲的通道 竟然合拢了 另外一条弯曲通道的模样 伏碎一眼看出 那是第三条通道 第一条通道和第三条通道 超过五万里后 开始合而为一了 伏碎愣愣看着 原本以为三条通道 分别通往封顶 谁想过五万里距离 第一条通道和第三条通道 变合为一条了 怎么办 踏上融合的通道 一定会发生些变化 伏碎有些不安 略意撕存 咬牙 我修炼肉身的法门 已经快完善了 借助顿悟 怕是很快就能悟出 若是在外界 耗费时间就难料了 而且我现在觉得非常好 没有任何不对劲 伏碎骨子里 是信奉机缘险中求的 关键时候就得拼 一步又一步 半月后 伏碎走到了两条通道的 合拢叉口 我试试看 两条通道合拢 会发生什么变化 伏碎看着脚下 便不再犹豫 迈出了那一步 一步 便跨入了新的通道中 迈入一刹那 九 太 眼 有浩浩荡荡的声音 从封顶方向传来 突兀在他原神当中 响起 每一个字符 都是无比沉重的轰击 轰击在他的原神上 听到第一个字符时 原神便出现了无数裂痕 接连几个字符的声音 伏碎的原神 便彻底粉碎 不好 伏碎来不及有其他反应 原神已然湮灭 他的肉身 软倒在新通道入口位置 再也没了声息 伏碎的家乡事件 怎么回事 盘西坐在近时中的伏碎 睁开眼 露出震惊色 我的域外真身 死在遗迹世界了 第三条通道 我曾经尝试过 虽然对心灵意识影响很大 但我是能承受的 可融合通道的声音 清晰了许多 对原神轰击也大许多了 仅仅几个字符的声音 我的原神竟然粉碎了 伏碎有些不甘心 竟然无法继续前进了 也罢 虽然离开了遗迹世界 可至少我掌握了六结境规则 修炼肉身的法门 也差不多完善了 伏碎很快便冷静了 而且心情还挺好 估计在进修数百年 便可成六结境 即便如今 我也勉强算是六结境实力了 伏碎笑容都抑制不住 这次遗迹世界的机缘 对它帮助太大了 若是将肉身也提升上去 和真正六结境区别都不大了 杜结仅仅是考验 对实力影响很小 当伏碎乐呵呵 想着今后的计划时 忽然他脸色变了 我 我的原神 伏碎有些痛苦捂着脑袋 他感觉到原神剧烈的痛楚 痛楚 让伏碎情不自禁倒在地上 在地面上抽搐打滚 我的原神出现了问题 15年的顿武 似乎伤到原神根基了 伏碎觉得整个原神 处处都在阵战剧痛 这伤势是深入根基处处的 他一个念头 从随身的储物宝物中 取出对原神有注意的宝物 咕咕咕 先喝了一壶酒水 酒水有无形力量滋养原神 但原神依旧剧痛 帮助并不大 丹药 血精 灵果 伏碎先后服用11种 对原神有注意的宝物 当第11种赤叶果 从根基彻底影响原神 才令疼痛退去 赤叶果 是恢复原神伤势的重宝 一枚价值300方 伏碎盈盈有些担心 不知道我原神伤势 是不是已经彻底好了 然而当天晚上 原神就开始又微微疼痛起来 伏碎试着 不服用任何宝物 疼痛 还随着时间加剧 一枚吃叶果 一天都没能扛下 怎么办 伏碎当天 便又分化出一尊真身 前往域外 立即想办法治疗自己的原神了 一记事件内 这一记事件内 只剩下我和黑风了 孟川透过因果 能感应到同伴的位置 猛虎很早就离开一记事件 而在今天 伏碎也离开一记事件了 伏碎走的第一条通道 他顿悟了足足15年 孟川惊讶 甚至有些羡慕 毕竟顿悟状态难求 15年顿悟 自己或许都能冲击七捷径了吧 可孟川也清楚 15年顿悟定有代价 黑山创造者 不可能白送好处 也不知 伏碎付出了什么代价 孟川暗道 又看着自己脚下这条道路 自己走的这条路 虽然原神一直遭到轰击压迫 但孟川却很满意 因为在外界的其他分身正常 修行 这么多年过去 竟然快掌握六捷径规则了 甚至吓得 他都停止修炼了 我能感觉到 外界若是继续修行 随时都能成六捷径 孟川也隐隐明白 自身修行变快 和心灵意志蜕变 应该也有关联 暂时停止修炼 先全力进行心灵修行 直至在这条道路上 无法再前进 孟川暗道 原神渡劫 无法拖延 渡过去 活 渡不过去 死 自己的心灵修为 或许已足够 或许还差些 在渡劫之前 孟川完全没把握 所以孟川决定 暂时停止修行 几乎所有心力 都用在心灵道路修行上 第九章 这是一座魔山 孟川他们进入 遗迹世界的第三十年 黑风老魔站在那 抬头看着蔓延 向云雾深处的通道 我是谁 是魔阳 是秦彩 对 我是黑风 黑风老魔 渐渐恢复清醒 他有些恐惧 看着四方 我一直很小心 一直遵循着 仅仅附身六位 捷径大能 其他根本不参无分毫 然而谁能 想得到 这六位捷径大能的 道都是扭曲的 都是错的 黑风老魔 眼神都变得疯狂 全部是错的 六捷径层次的道 很多并不适合 作为修行根基 就像五捷径 层次 寂灭刀 就不适合当修行根基 以其为根基 会逐渐走向寂灭 走向自我毁灭 必须先掌握一门 适合的道 如极限速度规则的 无尽刀 打下根基 之后才能 包容同层次 协议的一些道路 根基深厚了 才能修炼 这些反式强的道路 同样道理 六捷径层次 很多扭曲道路 并不适合当修行根基 在自创绝学时 修行者 一般会渐渐感受到 继续走下去是错误的 不可控的 会寻找 另一适合的方向 但附身感悟时 陷于眼光是发现不了的 等真的参悟 急身之后发现 却已经晚了 我本以为 附身的六捷径大能 都是道路正确的 谁想全部是错的 全部是扭曲的 我如今 离掌握六捷径规则 只差一步 意识都开始混乱 若是彻底踏出 最后一步 掌握六捷径规则 我恐怕会彻底疯了 黑风老摩明白这点 在第二条通道的三十年 他也早掌握 三种五捷径规则 离掌握六捷径规则 只差一步 可如今每次附身 想要恢复清醒 都要挣扎许久 他的意识清醒程度 已经在下降 我选六位 六位就 全部是错误的道路 那这第二条通道的 过万为六捷径大能 他们的道路 会不会全部都是错的 黑风老摩 有些不寒而栗 本以为是大纪元 谁想全部是错误道路 若是六捷径来此 还能容纳这些错误道路 五捷径进来 怕是一千个进来 999个 都得走错了路 这是一座魔山 是魔山 黑风老摩 喃喃自语 必须得离开这里 黑风老摩 抬头看了眼周围 跟着悄无声息 他的元神和肉身 都化作鸡粉 被山风一吹 消散在天地间 只剩下器物兵器 遗留在金石道路上 同一刻 在第三条通道上 走得最慢的孟川 也抬头摇看 黑风老摩消失的方向 这些年 他孤独行走 可透过因果 是能感应到黑风老摩 一直在第二条通道上的 如今 却已经消失了 黑风老摩也离开了 孟川 不清楚三位同伴 分别遇到什么 可如今都放弃了 黑风老摩坚持了三十年 已经很长了 我感觉我越来越艰难 孟川感受着一个个 自伏声音 轰击在自己的元神当中 那些声音浩瀚伟大 仅仅凭借声音 都有如此可怕 压迫 三十年 我的心灵意志 蜕变了五次 我感觉快到极限了 第二年 第五年 第十年 第十八年 第二十九年 一共五次蜕变 虽然是去年刚蜕变 提升很大 但孟川也发现 自己听的都是同样的声音 即便越往上越加清晰些 压迫更强些 可依旧是同样自伏 对自己的心灵意志 锤炼的效果 也越来越差 从蜕变相得时间就能看出 越往后蜕变所需时间越长 可能下一次 就需要二十年了 可以如今自己的心灵意志 在没有蜕变的情况下 还能行走二十年 孟川估摸着 数年时间 怕就是自己如今能承受的极限 数年时间内突破 孟川一点星星都没有 接着走吧 虽然隐隐感觉 数年后 就是自己在第三条道路的极致 但路还是得一步步走 说不定 就有转折呢 整个遗迹世界 只剩下孟川在孤独行走 在黑风老魔选择离去的一天之后 伏碎找我们 孟川生出感应 伏碎透过苍门空间 联系了孟川 蒙虎 黑风老魔 邀请一起见面 如今的伏碎 可是 风生水起啊 孟川有些感慨 伏碎 已经不是过去的伏碎了 过去 它是一个普通的五结镜 虽然过去掌握了两种五结镜规则 可在外行走的肉身 都修炼得很弱 携带的兵器秘宝都很差 整个人显得很穷 唯一的特殊 就是喜欢冒险 一次次去各种地方冒险 然而如今 伏碎已然算是半个六结镜了 虽然肉身未曾提升 可伏碎已经远远凌驾在五结镜之上 成为苍门空间的风云人物 这伏碎 离开一记世界后 形式风格大变 变得霸道强势 甚至连杀十五位 和他有些恩怨的五结镜 孟川暗暗感慨 这十五位 只有两位和伏碎有大仇 其他十三位 都是小矛盾罢了 一般情况下 不至于为了点小矛盾 就去杀五结镜的真身 因为五结镜们 若有家乡真身 那么就堪称不死 所以结成大仇是没必要的 可伏碎还是这么做了 强势霸道 说杀就杀 连杀十五位 苍门内自然惊呼一片 不知道找我们作甚 孟川虽然疑惑 还是透过在苍门空间的 原神印记降下化身 对于伏碎 孟川觉得自己 还是欠其一份人情的 不管怎样 自己在一记世界 心灵意志已经蜕变五次 即便被迫离去 收获也足够大 自己得念伏碎这一份人情 苍门空间内 伏碎兄 恭喜了 伏碎兄掌握六结镜规则 怕是成为六结镜也不远了 在一处坐着的苍门三名成员 摇摇向伏碎恭贺 伏碎微笑点点头 便坐在另一处角落 过去 这伏碎结交四方 热情得很 如今我们三个祝贺他 他连一句话都懒得说了 毕竟一只脚 迈入六结镜 翻手便可灭我们 哪里需要理会我等 那三位成员彼此传音聊着 倒也没什么气氛的 修行界就是如此 实力决定了地位 伏碎独自坐在哪 外界只知道 我如今实力大增 地位不同 却不知道我所受之苦 伏碎心中憋屈难受 离开一记世界后 发现元神的伤势后 他想方设法 寻找治疗法子 能掌握六结镜规则 他地位大大提升 先后拜访了八位六结镜大能 更有心拜访到一位七结镜 可惜 谁都治不了他的伤势 于是他不惜一切搜集各种 能治疗元神伤势的宝物 我多年积累 全部消耗一空 杀死十五位五结镜夺来的宝物 也都消耗完 更借了五万余方 总算找出了相对而言 最便宜 缓解我元神伤势的宝物 伏碎心情复杂 能缓解伤势最便宜的 是永恒楼有脉的一种修行 辅助丹药 最新丹 服用最新丹药 一年需一百二十方 伏碎按道 需要长期服用 一年一百二十方 算便宜了 可为了寻找到最新丹 他试验了太多宝物 清净了积累 还欠下许多 一年一百二十方 千年时间 就是十万余方 我怎么积攒 伏碎感觉最新丹的消耗 就是在催命 而且伏碎还担心 随着时间 最新丹的作用 会不会下降 唉 伏碎心中憋屈 外界认为他风光 他自身才知道 自身麻烦多大 甚至元神的伤势 他根本不敢去度 第六次肉身之节 只能拖着 不敢提升肉身 所以他永远 只是半步六节径 嗯 伏碎抬头看去 一道道身影 接连凝聚出现 分别是猛虎 黑风老魔 以及孟川 他们三位 都朝伏碎走来 伏碎坐在哪 露出了一丝笑意 笑脸相迎这三位同伴 但他却并没有起身相迎 毕竟他如今也勉强 算六节径实力了 地位比这三位同伴要高多了 第十章 伏碎的目的 孟川 猛虎 黑风老魔 彼此打招呼 毕竟一同探索一记世界 关系也亲近不少 黑风 你可比我厉害多了 猛虎感慨 看着黑风老魔 我在那条通道上 走了五年多 就选择了放弃 同样的道路 你却坚持了三十年 佩服 佩服 猛虎很清楚 在道路上走得越久 迷失影响 就越大 可还是扛不住 黑风摇摇头没有 细说 看向走来的孟川 还是东宁兄厉害 如今还在一记世界 继续坚持 我走的 和你们可不是一条道 而且还比你们慢多了 孟川笑道 我算慢了 你更慢 黑风老魔点头承认 在他选择放弃时 能透过因果 感应到孟川的位置 孟川走的距离 比他少多了 他们三位聊了几句 也走到了苍门空间的角落 伏碎正独自坐在哪 看看 伏碎 如今掌握六节镜力量 态度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黑风老魔传音道 是不同了 蒙虎也眼睛微微眯起 孟川也发现了这点 不过他也能理解 那些六节镜大能们 威势还要强得多 伏碎竟然一只脚 迈进六节镜 姿态自然会高些 诸位 坐 伏碎坐在那微笑道 伏碎兄 如今和我们可完全不同了 黑风老魔恭维道 结交来往的 可都是六节镜大能了 嗯 伏碎微微点头 是 认识些六节镜好友 更有幸拜访了黄医院主 黄医院主 孟川 蒙虎 黑风老魔 都心头一惊 时空长河的顶尖势力中 其中就有黄医书院 黄医书院当代据传 有两位七节镜大能 分别担任院主 副院主 黄医院主 绝对是时空长河 最恐怖的存在之一 七节镜 孟川 蒙虎 黑风老魔心中都颇为感慨 当代整个时空长河 诞生的七节镜都极少 七节镜们也有各自追求 闲暇时间极少 想要见一面太难了 放眼整个时空长河 五节镜大能的数量 堪称 浩如烟海 很难让七节镜单独召见 可福岁勉强算六节镜战力后 便有机会去见到七节镜大能了 毕竟在时空长河顶尖势力 六节镜战力 也是骨干了 也是有些运气 方才能拜访到 黄医院主 福岁淡然笑道 对了 我感应到黑风也离开了一季世界 如今一季世界内 就只剩下东宁了 对 就东宁一个了 黑风老魔点头 我走得慢 孟川道 福岁目光一扫 在场三位 微笑道 那座黑山主风的三条道 我们各做了选择 如今简单交流下情报吧 我走的第一条通道 的确是一路顿武 我维持顿武 足足十二年时间 一举掌握了六节镜规则 连肉身修行法门都快悟出了 唯一的缺陷 就是对元神有些损伤 但损伤还能承受 福岁兄 从掌握两种五节镜规则 一直到如今 掌握完整六节镜规则 的确进步迅猛 或许我当初该冒险现 选第一条通道 黑风老魔表面有些懊恼 说道 我走第二条通道 附身一位位大能 虽然实力大进 可却有迷失之威 最终被迫选择放弃 实力有所突破了吧 福岁笑道 掌握了三种五节镜规则 黑风老魔点点头 彻底离开后 他就能一直保持清醒了 如今黑风老魔需要的是 抛弃附身的六位大能的道路 以悟出的三种规则为根基 自己开辟出道路 如此便可成六节镜 虽然有些麻烦 但收获依旧很大 这得谢谢扶碎兄 黑风老魔笑道 我黑风能有今日 多亏扶碎兄 扶碎笑着 心中却有些不甘 看起来 第二条道路的代价要小得多 我不如黑风兄 坚持时间短得多 也有些迷失了 猛虎摇头说道 至今还未曾解决迷失祸患 猛虎也只是说了一半 实际上 经过天梦界高层商议 已经决定 为猛虎开启天梦界的 百事梦经历练 以百事练星 可若是失败 也将彻底迷失在百事梦境中 百事梦境的迷失影响 可比附身影响还要大得多 如今的猛虎 对未来也很忐忑 迷失 扶碎问道 那你可有收获 修行是有些提升 猛虎点头 如今掌握三种规则 有得有失 扶碎笑道 相信以天梦界手段 定能解决迷失之危 黑风老魔听了暗暗惊诧 听起来 猛虎的迷失 比他要严重不少 东宁 你 那 扶碎看着梦川 你们都知道 走上第三条通道 听到的声音会影响心灵意识 梦川笑道 走得越高 影响越大 实力可有突破 扶碎追问道 实力没什么变化 梦川摇头道 在第三条通道上 哪有心思修行 只能全力抵抗原神冲击 不过三十年来 心灵意志也被锤炼得有些进步 仅仅心灵意志有些许进步 扶碎 黑风老魔 猛虎听了 都觉得这条路有些亏 心灵意志 有很多方法可以慢慢去提升 相对而言 进一进阶对实力的影响 才更直接 没其他好处 黑风老魔问道 没有 梦川摇头 看来 真的有可能要走到尽头 才算通过考验 得到大好处 猛虎说道 扶碎点点头 道 和我们之前预料的一样 黑山主峰的三条通道 都是扶获相依 对了 我这次请你们三位来 是要请你们帮忙 请我们帮忙 梦川 猛虎 黑风老魔 彼此相识 我 掌握进入一记世界的秘法 扶碎说道 接下来我打算邀请更多的五节径进去 当然 是不可能白白带他们进去的 他们每个进去 都需付出足够的欲外援金 梦川 黑风老魔 猛虎督了然 要借此获得大笔好处 想想都能猜到 能赚到很多 可进入的秘法 唯有扶碎之道 他们羡慕也没用 为何不请六节径进去 猛虎询问道 黑山主峰 应该对六节径也有用途 不瞒你们 实际上 我的秘法 只能携带五节径进去 甚至还有其他约束 扶碎说道 关于进入一季世界的秘法 他一直保密着 扶碎看着三位 我会告知苍盟成员 我需要你们三位 也得所有五节径的苍盟成员传话 比如黑风兄 你便说 你进入一季世界两次 从掌握一种规则提升到 掌握三种规则 踏上黑山主峰的第二通道 经历迷失之危 但如今 对实力并无影响 行 黑风老魔笑着赞同 说的是真话 黑风老魔愿意帮忙 毕竟 扶碎勉强算六节径 十例了 蒙虎兄 你说 你从掌握两种五节径规则 提升到三种五节径规则 走到黑山主峰第二通道 有迷失之危 但如今依旧保持清醒 扶碎看着蒙虎 蒙虎思虑了下 我会提醒他们 迷失的危险 可以 扶碎点头 我不需要你们撒谎 东宁兄 你就照实说吧 用来吸引修行者 主要靠前两条通道 第三通道 吸引力低限也没什么 特别是第一通道 可是一直维持顿悟 扶碎 凭此掌握六节径规则 就是成功的例子 好 孟川点头 扶碎带自己进一季世界 不管怎样 给人 这一份人情 能帮就帮吧 不撒谎 将该说的说了 即可 你们一天后 传话给苍蒙所有五节径成员 扶碎说道 当然先提前发我 一份传话内容 我会记住诸位的人情 片刻后 蒙虎和黑风老魔都离去 扶碎兄 你让我留下 有何事 孟川看着扶碎 东宁 你打算什么时候 离开一季世界 扶碎笑着问道 我不知道 孟川摇头 能坚持多久 就坚持多久吧 扶碎听到这个回答 微微皱眉 还是道 实话 和你说吧 一季世界内 同时只能有十位修行者 我要送 其他五节径进去 你若是一直在里面 就会一直站着一个名额 那第三条通道 对你帮助很小 你若是给我个面子 就尽快离开一季世界吧 第十一章 一直在山上 孟川 看着面前的扶碎 微微皱眉 扶碎 你应该知道 我是肉身原神兼修 第三条通道 对心灵意志的磨练 对我很重要 心灵修行有很多方法 不一定非得这座黑山遗迹 扶碎笑道 这样吧 你三年内离开 我补偿你三千方 玉外元金 就当是帮我了 孟川摇头 我帮不了你 扶碎脸色微微一沉 他如今也算是六节径 十例层次 地位比正常五节径高得多 已经好言相劝了 这个孟川 还这么不给面子 东宁 扶碎皱眉道 是我带你们进入遗迹世界的 让你们获得机缘好处的 你也该念这份人情吧 如今都不能帮帮我 一起探索遗迹 本就是福祸相依 孟川说道 在探索遗迹前 谁也不清楚 好处又多大 祸患又有多大 甚至到如今 我都不清楚 这座遗迹的后患 到底有多大 现在谈人情 没必要吧 这座遗迹 如今才探查部分 孟川都担心 这第三条通道 会不会又有大麻烦 扶碎盯着孟川 你在里面待了三十年 够了吧 孟川脸色也冷了下来 对方带他进去 他念 对方一份人情 可探索遗迹这种事 本就福祸相依 对方以此邪恩图报 就是笑话 至于以示压人 我想要待多久 就待多久 孟川看了他一眼 便起声欲要散去 这化身 扶碎听得瞳孔一缩 心中怒气尚涌 只是想到这孟川的两句真声 一个在家乡世界 一个在遗迹世界内 他都无法解决 只能强忍下来 等等 扶碎开口 孟川转头看向他 扶碎之前的态度 令孟川对他的好感 大大下降 若对方因为这点小矛盾 欲要追杀 孟川也做好应对准备 也罢 扶碎挤出一丝笑容 既然你要待在遗迹世界内 我也不勉强了 少送一点修行者进去 就少送一点吧 对了 记得给每一个 五捷径的苍蒙成员传话 孟川暗惊 扶碎之前还威逼自己 转头又挤出笑脸 缓和局势 勉强也算六捷径层次站立了 这么不在乎脸面 看来有更特殊原因 逼得扶碎不要脸面了 孟川有了些猜测 放心 我说了就会做到 孟川说道 当然我也不会撒谎 说完 孟川便散去化身 扶碎独自坐在哪 独坐许久才散去 三弯河系 雪玉公 黑山一记 雪玉公主 微微皱眉 她也是苍蒙成员 今天先后接到四道传话 分别是扶碎 黑风老魔 孟川 蒙虎 这四位 黑山一记 这么神奇 黑风老魔 去了两次 从掌握一种五捷径规则提升到 掌握三种五捷径规则 扶碎 从掌握两种五捷径规则 一举掌握六捷径规则 蒙虎 也是从掌握两种五捷径规则 提升到三种五捷径规则 东宁 依旧还在黑山一记的通道上探索 雪玉公主看着这情报 看得心头滚热 如果仅仅有一位探索者 实力大净 黑风老魔各个大净就代表这座遗迹很特殊了 第一条通道 能够一直处于顿悟之境 只是顿悟的越久 对元神损伤会越重 扶碎便是凭此条通道 一举掌握六捷径规则 现如今 扶碎威名远播 并没有发疯入魔 雪玉公主心头滚热 第二条通道同样能有大进步 只是有迷失之危 倒是第三条通道 元神心灵遭到压迫影响 没其他好处 雪玉公主的确心动了 前两条通道都不错 只是想要进去 需要拿出一万方 玉外援金 一万方 对五捷径大能 压力也很大 像当初旁明前辈 玉外真身遗留的诸多宝物 加起来也就一万方 很多穷些的五捷径 可能倾尽所有宝物 也就过万方 当然富有的 如锦云洞主 踏鼓 猛虎 孟川之类的 是能够较为轻松 拿出一万方的 扶碎定下一万方的价格 也是诸多考虑后的定价 这玉外虚空 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处 好处背后 一般也暗藏着代价 一做一计 若是能一直处于顿武 代价定会惊人 一万方 换一个进去的名额 谁愿意去谁去 一万方 也太高了 我都凑不来 是太高了 苍盟空间内 有成员们彼此闲聊 很多成员的确拿不出一万方 因为有些宝物 对他们资深很重要 是不会卖的 真正能对外卖的 凑不足一万方的 也很常见 让扶碎凶降一些 三千方 我觉得就不错了 苍盟空间被此事搅动 但整个苍盟的五捷径成员众多 最终还是有足足53位五捷径 准备进入黑山遗迹 各个赶往六玉合玉 我修行至今七万余年 寿命只剩数千年 如今最后一搏 些许代价 我也认了 一头庞大如山的黑色乌龟 在时空长河中前行 竟然有能一直顿武的宝地 只有这样的宝地 我才有望实力大进 才有望报仇 一位银袍寿高男子 也在时空长河中赶路 四位成员都确认此事 伏碎是掌握六捷径规则的 猛虎更是天梦界的天梦神将 东宁城主也是令锦云洞主追随的 他们定会很在意因果 说出的话值得相信 可能有一个 因为特殊原因撒谎 不在乎因果缠身 但足足四位成员都说了 此事是值得相信的 实际上 孟川 黑风老魔 猛虎都没撒谎 仅仅吸引53位苍盟成员 比伏碎预料的略低了些 毕竟连苍盟成员一成都没到 三万方 还是让伏碎颇为激动 因为六捷径大能 想要获得如此财富 都是很难的事 他伏碎仗着掌握黑山遗迹 进入的机会 才趁此大赚一笔 以他如今实力 加上洞服老巢的阵法 令六捷径大能们也难以攻破 方才能安稳赚这一笔 一记事件 华 伏碎以及八名五捷径 来到了这里 这八名新成员中 就有雪玉公主 我能感觉到 东宁就在这里 雪玉公主观看着周围 也注意到远处巍峨的黑山 世界压迫很强 那座黑山看起来 就让我心掺畏惧 定是来历非凡 这就是一记事件 那就是黑山 其他五捷径都有些振奋 观看着四周 53位苍盟成员 要分好几批 你们可是第一批进来的 伏碎微笑道 都随我来吧 好 八位成员都跟随着伏碎 伏碎非常 自信带着他们前行 路途上 也数次遇到了禁忌生物 伏碎的肉身虽然较弱 也没携带什么厉害宝卧 可掌握六捷径规则后 一举手一投足 拥有的威能 都比之前的猛虎孟川 要强大得多 自然轻易解决禁忌生物 以最快速度前行 非常顺畅地抵达黑山 仅仅进入这黑山范围内 就仿佛吃了奇珍异宝 这里修行 一天 抵得上外界一月 这八位五捷径 都有些振奋 雪玉公主心头 也越加炽热 伏碎带着他们八位继续前进 飞过一座座山峰 终于来到了黑山主峰前 就这三条通道 伏碎指向眼前三条 金石铺就的通道 左边通道能一直顿悟 中间通道能附身 一位为六捷径大能 右边通道 会承受心灵意识压迫 我如今再说一遍 这黑山道路 俘获相依 走得越远 代价越大 须量力而行 八位五捷径们 都一一踏上去 尝试 很快各自做出决定 其实在来之前 他们都有决定了 第二条道路 附身大能 雪域公主 还是比较谨慎 她修行岁月还很长 觉得第一条通道 代价可能有些大 只要能三种五捷径规则 她就满意了 最终 有四位踏上顿悟道路 有三位踏上附身的第二道路 还有一位踏上第三道路 伏碎孝看着镇幕 跟着抬头摇看一个方向 眼神也冰冷了几分 透过因果感应她 是能确定梦川位置的 东宁一直在山上 也一直站着一个位置 让我受更多痛苦 她每次离去 都只有一个办法 毁掉这句真身 毁掉真身 是需要重新再修炼 回来 一句真身 耗费上千方修炼 伏碎如今是不太在意的 可损失部分元神 再重新修炼回来 以她如今的元神伤势 每死一次修炼回来 都是痛苦的折磨 因为梦川 一直站着一个名额 伏碎就得多死一两次 她自然对梦川很不满 罢了 回去 伏碎虽然知道 损失部分元神很痛苦 但这是离开的唯一办法 呼 这句 肉身元神彻底散去 第十二章 魔山之名 一艘八万余里长的庞大船只 悬浮在域外虚空中 这艘船 便是伏碎如今的洞服老巢 这些伏碎镜们 可真是够谨慎的 庞大古船的最高层 伏碎站在这一眼 看到遥远处巨大家板上 聚集在一起的伏碎镜们 必须等第一批出来后 第二批的伏碎镜 才愿意各自交出 一万方域外援金 这些伏碎镜们 虽然对于遗迹世界充满期待 但常年闯荡域外虚空 同样也无比谨慎 53位伏结镜们 一批批进去 必须前一批出来 后一批才愿意交一万方 若是发现不对劲 他们也会放弃进去 一万方域外援金 必须得谨慎 别被这伏碎给骗了 这些伏结镜们 来自各个河域 不过同为苍盟成员 大多很熟悉 也在甲板上闲聊着 甲板上的众伏结镜们 抬头看去 在古船最高层的伏碎 也遥遥看去 只见一团巨大的黑雾 凝聚 凝聚成了一名身子衣袍男子 他眼神阴冷 俯瞰着下方 这些伏结镜们 心头一颤 个个感到本能的畏惧 哄 这艘古船有阵法浮现 层层隔绝外界传来的 压迫 鬼末之主 这群伏结镜们 有些骚动 甚至有伏结镜主动行李 见过鬼末之主 苍盟的六结镜大能 一共有八位 鬼末之主 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火龙老祖 兵魄之主 还算容易接触外 其他六位都懒得理会 这些伏结镜们 鬼末之主平常 是懒得看这些伏结镜的 而且论名声 八位六结镜大能当中 鬼末之主 是名声最差的一个 因为他因狠毒辣 做事不择手段 都说地位越高越在乎脸面 但鬼末之主 是少有的不在乎脸面的 鬼末之主 伏碎也现身了 他 飞到古船 阵法边缘 借助阵法 身子一袍的鬼末之主 看着伏碎 他能够感觉到 伏碎的生命层次并未提升 显然肉身 还只是五结镜程度 这让鬼末之主 没任何威胁感 即便双方境界相当 鬼末之主 肉身比伏碎强太多了 正面交手伏碎 必败 无疑 若是伏碎 创出肉身修炼 法门 将肉身 也提升到六结镜层次 鬼末之主的态度 也会发生些变化 伏碎 我问你 鬼末之主 冷然道 欺骗整个苍盟 伏碎笑道 他也说了第一条顿悟道路 元神会受伤 走得越远 伤势越重 他的确没说谎 只是没将危害性 说得清楚而已 六结镜 不能进去 鬼末之主 看着伏碎 我开启一记事件 只能携带五结镜成员进去 伏碎谦逊笑道 若是鬼末之主 你不信 下一次我可以携带你试试看 你便会感觉到 那座一记的排斥 鬼末之主眉头微皱 才道 好 下一次 你带我进去 伏碎心中一正 这是鬼末之主 还真要进去 鬼末之主 你不信我 伏碎忍不住道 试试 鬼末之主淡默道 伏碎有些憋屈 试一试 那下一次就少带一位五结镜了 下次可能要三十年后 伏碎微笑道 鬼末之主 你若是愿意 到时候我带你进去 你便知道 我没撒谎 好 鬼末之主挥手放出一座黑色宫殿 便进入宫殿中静后 伏碎看了眼远处的那座宫殿 转头看向那一群五结镜们 冷漠道 你们也听到了 鬼末之主要尝试一番 所以下一批 我只能携带七位镜去 说完 伏碎便飞离开去 黑山遗迹 引起外界越来越多关注 而遗迹世界内 孟川依旧一步步缓慢 前进 转眼三年过去 一位位新修行者 孟川 清晰看到 一位位修行者 沿着远处的第一通道前行 已经达到了孟川相当的高度 东宁城主 他近来33年了吧 才怕这么高 第三条通道的确难 第一条道路上 有四位苍盟修行者 彼此距离都很近 也注意到了 远处第三条通道上的孟川 他们走了三年 孟川都 33年了 都是相当高度 这顿悟之路的确神奇 这四位修行者 都感觉到 顿悟三年带来的巨大收获 只是其中有一位 六臂独眼的五结镜 大能停下了 脚步 他惊醒 有些后怕 看着孟川方向 近来三年了 本来决定掌握三种五结镜规则 就立即离开 只是顿悟太美妙 不知不觉 又多走了一年多 幸好今日看到 东宁方才惊醒 沉浸在顿悟状态 的确太美妙了 都不愿停下 看到孟川 想到了福岁 蒙虎 黑风老魔 这位六臂独眼修行者 方才彻底冷静下来 该走了 我来的目点 就只是掌握三种五结镜规则 本该一年多前 就立即回去的 六臂独眼修行者 原本就掌握两种 五结镜规则 近来想着再进一步 就离开 离开 如此祸患 即便有 也会相对少很多 可沉浸在顿悟状态 甚至精神上 都无比亢奋 狂热 谨慎忠心大减了 这条路 有些邪 六臂独眼修行者 看了看脚下 通道 当即不再多想 华的肉身 原神湮灭 这才三年就放弃了 伏碎 可是走了十五年 其他修行者们继续走着 孟川在第三通道 是清楚看到这一切的 看到那位六臂独眼修行者 自会真身离去 他是叫乌敖吧 孟川有苍茫成员情报 第一条顿悟通道 才走了 约莫万里 就放弃 孟川随即不再多想 继续慢慢前进 只是 如今压迫的确越来越强 走得远些 聆听到的声音更大更清晰些 可也一直未曾心灵意志蜕变 孟川很清楚 前面五次突变 分别是第二年 第五年 第十年 第十八年 第二十九年 下次蜕变可能是数十年后 下一次蜕变或许是数十年后 但我如今就要到极限了 孟川每一步都很艰辛 我能感觉到 最多还能走数月 在脑海中回荡的每一个声音字符 都轰隆隆 让原神震战着 孟川努力借此 让心灵意志越加圆满 修行就是如此 就算找到正确的方法 也需受到时间的煎熬 需要靠时间慢慢积累 让自己变得强大 这煎熬过程其实很难 因为 有时候道路可能是错的 那么煎熬的时间就白费了 前面五次的蜕变 让孟川明白这条路是正确的 自然会抓住机会 坚持 一步 再一步 就如此缓慢地行走 孟川的步伐越来越慢 抵抗声音字符越加艰难 哄 当 孟川某一次又迈出一步时 有声音在脑海中回荡 心灵之路 行走万里 可谓我摩山普通成员 同时有一道秘法传入脑海 凭此秘法 可自由进出摩山遗迹 摩山遗迹的进出口 有九处 分别在九座河域 孟川很震撼 一座遗迹连接着九座河域 显然遗迹创造者 在时空方面 有匪夷所思的造诣 至少苍原祖师事远 做不到这步的 摩山的创造者 看来 至少是巴结晶大能 甚至可能更高 孟川猜测过 第三条道路 若是能走到尽头 可能有大好处 现在看来 行走万里 便有了一份好处 能自由进出了 这第三条道 我若是走得更远 或许还会有些好处 只是这座山脉 被创造者起名为摩山 孟川有些疑惑 神 是偏正面的字眼 摩 便属于偏负面的 外界称呼为摩山就罢了 创造者自己称呼摩山 让孟川有了诸多想法 继续前进 孟川想了片刻 便继续走 不出所料 再又走了三个多月后 孟川感觉到 石海原神轰隆作响 在声音字符轰击下 维持清醒 都很艰难 更别提前进了 呼 连续后退了三步 压迫迅速下降 到我的极限了 该暂时放弃了 孟川看着这条山道 延续向云雾深处 等我心灵修为有明显提升 再来试一试吧 幸好我如今 可以自由进出 孟川都很清醒 在离开之前 孟川转头 看向广阔的摩山山脉 得先逛一逛 这座山脉 蒙些好处 so 孟川沿着第三条通道 迅速往山下飞去 上山艰难下山快 万里距离走了33年多 但下山却是一眨眼时间 第十三章突破六捷径规则 来到山下 孟川转头看着三条通道 他知道 像伏碎 黑风老魔 猛虎都有宝物 遗留在第一 第二通道上 我如今虽然成了 摩山的普通成员 但对整个摩山 依旧支支渗手 孟川暗道 只能猜出 摩山创造者 至少是八捷径大能 面对这样的存在 不能抱着侥幸心理 孟川明白 对方若是永恒存在 那么 在此留下了些许手段 也能够隔着生命世界 斩杀自己 而第三条通道 走了万里 能成普通成员 那么继续行走 就是最好的选择 伏碎 行走顿悟之路 元神受伤 整个摩山山脉的普通区域 修行速度 也是外界数十倍 怕也会造成 元神伤势 孟川感觉到此刻状态 也愈加警惕 普通区域 我不能待太久 就三天吧 三天后必须离开 So 孟川瞬间分化出 五尊元神分身 真身和五尊元神分身 飞向不同方向 探寻整个摩山山脉 摩山山脉颇为广阔 除了主峰外 其他一座座山峰 也占了大半范围 因为遗迹世界的压制 三天时间 孟川也才仅仅探索了 一小部分范围 发现了七处宝物遗留 走 三天时间一到 孟川毫不犹豫 选择离去 施展着摩山船下的秘法 这秘法蕴含 时空一脉的奥妙 正常五捷径都能掌握 更别提孟川了 问 引动时空 孟川遥遥感应到九个位置 那是摩山遗迹连接的九个出口 广名合遇 孟川选择了离神女合遇最近的出口 广名合遇是 神女合遇周边的五座合遇之一 哗 孟川觉得时空扭曲起来 裹挟着自己 自己也不断沉沦 跌落向广名合遇处的出口 带得周围时空恢复正常 孟川已经在一片虚空中 我已经在广名合遇了 孟川略一感应 有些震撼 进去时 是从六遇合遇进入 出来 自己却是从广名合遇出来 而且 摩山遗迹实际上连接着九处不同合遇 这份时空方面的手段 让孟川无比钦佩 哼 出来的刹那 孟川感觉原神有昏沉感 这昏沉感 持续了约莫十余息 时间就散去 自身完全恢复正常了 和我猜测的差不多 在摩山的外围山脉区域 消行有助力 但同样对原神有少许影响 孟川暗道 我先后一共也就待了 几日罢了 若是在外围山脉修炼十年二十年 怕是伤势就明显多了 伏碎在顿悟通道待了十五年 不知道原神伤势有多重 原神伤势 也要看原神的强弱 若是原神七节进大能 乃至原神八节进大能 让他们轻伤都很难 伏碎论原神都不及孟川 孟川也估摸着 伏碎的伤势怕是不轻 回去了 孟川心情颇好 朝家乡神女合遇赶去 广名合遇太近了 八个时辰就能赶回三湾河系 那艘古船上 伏碎摇看向神女合遇方向 露出一丝笑意 东宁 她终于自毁肉身 离开遗迹世界了 因为彼此都是五节径 她只能模糊感应到 孟川所在的方向 透过因果感应 孟川诸多分身 都是在神女合遇方向 广名合遇 也是临近神女合遇 从伏碎所在位置感应 的确是同一方向 之前送她三千方 玉外援经 她不答应 如今仅仅几年 她不依旧自己离开了 伏碎微微摇头 还真以为自己能坚持 一百年两百年 伏碎眼中 隐隐有着些许力气 伏碎过去是结交四方 好友众多 可顿悟之路 走了十五年 误出六节径规则 以及元神受伤后 她力气变重了许多 伏碎自身也有察觉 自己力气重 变得很辣 如之前连杀十五位武捷径 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大仇怨 只是些小矛盾罢了 如果是过去的伏碎 怎么都不可能起杀心的 对此变化 伏碎只当是实力强大之后 心态自然的变化 以及元神伤势逼自己如此 她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变化 其实 伏碎没意识到 她觉得正常 星星就已经在改变了 古船旁不远处 宫殿中 一袭深紫色衣袍 鬼墨之主 遥看着古船方向 沉思着 那座黑山遗迹 会不会是我曾听闻的魔山 如果真是魔山 所谓的顿悟之路 就真的是祸患无穷了 鬼墨之主眼神眯着 在苍蒙的六节径大能中 是不择手段 但不可否认 鬼墨之主很重视 任何一个可能的机缘 也探查一切机缘 论实力 它只能算是 六节径大能的普通水准 可论消息灵通 放眼时空长河的 六节径大能中 鬼墨之主 都算是最厉害的一小撮 不过传说中 魔山的第二道路 第三道路 都是可以闯闯 对我而言最适合的就是 第二道路 只是六节径 想进去太难了 或许我猜错了 这座黑山遗迹 可能只是仿造传说中的魔山 鬼墨之主暗道 魔山的传说 在时空长河之小者 都棘手 鬼墨之主 也只是侥幸才了解一二 这次 听闻拂碎他们传出的消息 便立即来确认 看是否是魔山 看是否能进去 三弯河系 千山星 东宁城 孟川 则是安心修炼 如今心灵修行 想要进步 变得越来越难 孟川也不再犹豫 开始参悟六节径规则 轰隆隆 孟川盘西 坐在楼阁的顶层 它的上方虚空中 开始有雷霆轰隆作响 整个东宁城上空 都有乌云 有雷霆 蹦射 今天的东宁城 是怎么回事 怎么雷霆这么多 东宁城的大量修行者们 都疑惑抬头看着 无数雷霆蔓延处处 不单单是东宁城 甚至更广阔肉眼可见 范围都是大量乌云和雷霆 楼阁上 盘西坐着的孟川心中的道 越加清晰 雷霆 道 会影响人心 邪恶的规则 以其为 根本会变得邪恶风魔 甚至有些会自我毁灭 所以选择什么样的道 修行时 需一次次体会参悟 一次次微调 最终找到最适合的道 实际上 乘六捷径的 绝大多数 都是正确道路 道路错误反而很罕见 就像黑风老魔 在越加接近六捷径规则 就能确定附身的六位大能道路 都是错误的 所以 黑风老魔觉得不可思议 他都能发现是错误的 为何六位大能没意识到 都走向错误道路 或者是第二通道附身的大能 都是虚假的大能 雷霆规则 梦川在云雾龙蛇身法 达到五捷径后不久 就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雷霆 乃是正统道路之一 自己对雷霆也很熟悉 无尽刀的速度 可化雷电之速 寂灭刀 可化雷霆之毁灭之威 云雾龙蛇身法 可化作雷霆之欲 三者 在融入部分感悟 结合后 致变 凝炼成完整雷霆规则 是非常顺畅的 梦川 在魔山遗迹内 都吓得停下修炼 就因为觉得触手可及了 如今沉浸在感悟中 再回到三弯河系的 仅仅第二年的这一天 轰隆隆 梦川睁开眼 不但整个千山星 上方有无尽雷霆 梦川的眼神中 也有雷霆迸发 第十四章 原神事件 雷霆规则 梦川在彻底凝悟的刹那 便感觉到自身的变化 不管是生命事件 还是域外虚空 雷电 都是最基本力量之一 雷霆 存在于正常虚空每一处 过去能掌控的极少 而如今雷霆规则 完全掌握后 一分力量 却是能撬动 比过去百倍不止的 雷霆之力 举手投足 都有毁天灭地之威 翻手拍碎一颗太阳星 都能轻松做到 透过雷霆 我能感应的范围 比过去也广阔得多 梦川遥看着远处 So 梦川整个人 就变成了一道闪电 粒子流形成的闪电 穿梭在时空缝隙中 一闪 就已经到了数十亿里外的虚空 没有刻意令时间静止 仅仅正常的飞行移动 一闪身 就是数十亿里 梦川也 有些惊叹 六节径大能手段莫测 而掌握雷霆的 更是以快著称 我的确越来越快了 雷霆 兼有时间 空间的玄妙 一道雷霆闪电 穿行在时空之中 快且 变幻莫测 想要怎么变相 就怎么变相 前一刻是全速前进 下一刻 这闪电就能反向达到最快速度 即便在六节径规则当中 论速度和变化 雷霆规则都是拔尖的 当然不同六节径规则 各有各的擅长 噼里啪啦 以粒子流 闪电形态存在的梦川 不断穿行在时空缝隙中 我如今的状态也很特殊 梦川感应自身 自身彻底粒子化 形成一道真实的闪电 闪电 无形 抽刀断水水更流 若是抽刀断闪电 同样难以伤到闪电分毫 梦川此刻的闪电形态 虽然算不上不死之身 但保命能力比过去 也提升了很多 掌握雷霆规则后 深化雷霆 敌人想要伤到我都难了 梦川惊叹 也停了下来 也变回正常人类模样 站在域外虚空中 梦川遥遥约束 天雷 降临 顿时周围百亿里范围的 雷霆之力一瞬间汇聚 彻底分散时 肉眼难见 可百亿里范围雷霆之力 汇聚在一起凝炼后 则成了一道数万里 宛如实质的闪电 哄 这一道雷霆怒片下 撕裂域外虚空 形成黑漆漆的时空沟壑 跟着这黑暗沟壑 缓慢恢复 不使用捷径逆宝 这一招就是我最强的爆发招数了 怕是锦云洞主 都得瞬间化成灰 梦川能感受到他的威力 但也没什么吃惊的 雷霆规则 本就是六捷径规则中攻击 极强的规则之一 还有我的原神世界 梦川表情有些复杂 心念一动 哗 浩瀚的世界虚影蔓延开去 笼罩了足足八百万里虚空 原神世界 变大了 梦川观看着 过去的原神世界 是无尽刀 寂灭刀 云雾龙蛇身法 三种不同规则相互配合 而如今的原神世界 只剩下一种规则 雷霆规则 浩瀚的世界 有雷霆闪电在高空云雾间 更有一座座高山 长期有雷电怒劈 更有许多区域 有无数雷电 汇聚成雷霆之海 雷霆之湖 这是一座 以雷霆规则为根基的原神世界 许多虚幻生灵 也拥有雷霆的特征 我的原神世界 梦川感受到 如今原神世界的强大 世界虚影笼罩下 对雷磁的控制 达到匪夷所思地步 寻常五节镜 进入自己的原神世界 范围内都得被撕裂分解 实力提升如此多 梦川反而有着沉淀电压力 我的心灵修为 的确能承载雷霆规则 原神世界蜕变 那么一般百年左右 第六次原神天节就会降临 梦川压力挺大 他不知道 在进入一季世界之前 他的心灵修为 能否承载雷霆规则 但经历了魔山第三通道的五次蜕变后 却是 能承受雷霆规则 希望 我的心灵修为 比六节进门槛的心灵修为 高一些 梦川默默期盼 心灵修为越高 度过第六次天节希望 才越大 也不知道第六次原神之节 会遇到什么 原神之节 更虚无缥缈 而肉身之节考验就更明确 梦川修行至今 在肉身方面 已经度过了五次天节 每次都很轻松 因为他的肉身的确是 肉身五节径中 堪称完美的 没出现任何波折 肉身节径就是如此 肉身只要各方面达到标准 甚至修炼得 比一般标准强些 那么度节把握都很大 原神之节 未度之前 都没把握 轰隆隆 在狱外虚空 演练了半个时辰 熟悉了如今的手段后 梦川也就返回千山星了 千山星的修行者们 并不知道 三弯河系星的 六节径存在 已经诞生 不同于符碎 属于半部六节径 实力垫底 梦川可以算是 真正的六节径 只剩下度节 这最后的考验 苍原界 一如既往的平静 这个时代 有梦川在 这是苍原界历史上 第二强的存在 苍原界无需担心 任何外来威胁 还拥有大量资源供应 可以大幅度发展 度节 梦川坐在 原初山洞天阁院落中 喝着酒尘撕着 面对天节 能做的并不多 梦川思索着 两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世界密宝 第二方面 就是继续提升心灵修为 如果能掌握更强大规则 令原神世界更强大 自然有助于度节 可仅仅百年时间 梦川即便在妖孽 也难以有志地蜕变 所以只能看中 另外两方面 世界密宝 能令原神世界更稳定 抵抗度节把握也更大 这是最紧要的 也是最立竿见影的 起身前往天地大殿洞天 天地大殿 梦川深入其中 走过一处处古老电厅 很快来到了熟悉的一座电厅内 电壁上有白雾飞出 凝结为一名白袍老者 微笑看着梦川 梦川 哎 这是取宝物 还是确定实例 确定一次实例 梦川说道 规矩你很熟悉 出全力攻击那一根柱子 白袍老者笑指向青色柱子 梦川微微点头 右手一伸 掌心 出现了一尊雷霆之印 正是秘宝千雷法印 千雷法印虽然不算太珍贵 但很适合梦川这个 掌握雷霆规则的 原神捷径来施展 却 哄 千雷法印 骤然化作一道恐怖的雷霆 雷霆凝炼 仅有杖许长 但这威力 便是贯穿一座太阳星 都不会有什么损后 此刻 却是全力轰披在青色柱子上 青色柱子表面 有层层浮印外显 一瞬间 无数浮印粉碎 连续粉碎了十层 很快服印 又凝聚恢复 粉碎十层 白袍老者看得惊呆了 六节径 梦川的成长 他一直看在眼里 这才修炼多久 成六节径了 还未曾渡劫 梦川说道